咱们继续介绍咱们两轮单车洗车机的高压冷水的功能 高压冷水里面有一个切换开关 只需要把开关一切换之后 然后就可以出高压冷水了 就是后面我们刚刚介绍的 它有两个出口 一个是蒸汽的 一个是冷水的 然后切换到冷水水路之后 我们就只需要按下防洞 按下防洞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是一个打泡沫的模式 这有一个水壶 可以方便的给这个机器打泡沫 好我们就简单打一下泡沫 好可以 然后这个泡沫打完之后 这有一个枪 我们可以方便的切换 它是一个快速接头 换成咱们这种常规的高压冷水枪 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清理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就可以出高压蒸汽 又可以出高压冷水 这个泵的压力是能达到40公斤压力 48伏的 包括清洗的时候 这个是可以调这个柱状和雾状的 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是关枪 这个泵就立即停止工作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松完之后 这个机器已经停止工作了 开枪会继续工作 而且这个泵的压力的大小 可以通过这个旋钮来调节 一般情况下 咱们使用冷水高压的时候 这个压力调成最大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两轮单车的一个 高压冷水的一个功能介绍 does not бесп będzie 这个是因为孔箱的 команде和勇卖匧帅 行的话 我都有楚 ,